勝敗是必加常識 但沒有走到最後那個點 不要奢言勝負太早 身為大律師 領軍黨產會打的第一仗 居然就吞敗 顧立雄的嘴不認輸 卻難掩落寞的神情 標榜正義之失 卻被司法打臉 男人嗆聲 顧大主委下台負責 我一所欲為的一個顧皇帝 終於知道什麼叫做法律 律師出身 顧立雄征戰無數官司場次 號稱勝率超高 現在大梯鐵板被吐槽 法律不知學到哪去 廖國東委員跟他35個委員 申請大好官事先被不受理 那35個委員就一起下台 那我就陪他一起下台 律師性格一秒上升 顧立雄當時接下黨產會 護航有案底的委員 嘴上功夫了得 如果你條例有沒有曾經說 一個人在11年前曾經 那一個出入選案子 曾經被判以後 就不能擔任委員 或者要被解職 有沒有 我先問你有沒有 聽證會上顧立雄 以黨產會主委身分 充滿戲虐的言辭 彷彿將國民黨 視為砧板上的禁籃 了解 了解您的 這個對於您所 真的正人不適格的 這個想法 上任以來姿態超高 一直來自法院的判決 一巴掌把大主委 從雲端打落 小熊隊贏球花了108年 顧立雄吞敗只用了三個月 記得董哥俊長 謝謝SNG小組 泰報道